香港在天灾人祸的九个月之后,民生上已开始是满目仓而了,楼市成交自然也进入了寒冬,不少地产代理同业也提出撤回楼市辣椒。 但我觉得,正确来说我们只是想优化楼市辣椒,将一些过时没有效率的部分作改善。如果楼市辣椒要地产代理付出,我相信我们愿意为更好的效果作出一些牺牲的,只是现在过时的规管方式选耗效率的也不少。 本文从这个角度去探讨。1. 压力测试分量过时。我认为现在的三里压力测试应即时减低。在现时来说一里的加息准备,其实以足以应付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加息风险。 过去有很多人士符合供款入息比率及有足够收入。但因为加了三里的压力测试反而始夺了他们上车的权利。 这些人上不到车之后仍要继续面对不断的加租。 这种不公应该要立刻停止。2. 放宽1000-1500万以上的借贷。 应该将楼价1000万以上至1500万的住宅物业案件上限增加至七成。 虽然特首在去年10月的施政报告放宽了案件的限制。800万或以下可做九成案件。800万以上至1000万可做八成案件。 但因为1000万以上至1500万正是800万左右业主的换楼对象。 我们要你顺不同换楼板块的案件确保畅信。 松宜令放盘量百页窗帘式增加。 3. 开放辣椒的逃生门。 我们要为楼市下跌或上升都做一些准备。 尤其是如果楼市下跌会出现一些严重的灾难。 现在的楼市辣椒是阻止买家过度入市,而不是阻止市民卖楼的,卖出的代价其实只是一个阻客作用。 在往市的时候可以这样做。 但是有关限期内卖楼税率之重。 在于无论是赚钱或食钱都要被惩罚。 这个税款远比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是来得要沉重的。 所以我认为在非常时期,起码在大家认同的灾难时期。 我们必须要就额外印花税、SSD、转售物业的年期及罚款上都应该作出减免。 确定有关市民有需要卖楼求生,或支持面临困境的生意时免受损害。 4. 将房产信托基金证券化。 即是说将居屋未保地价部分做一个房产信托基金,并优先给从未置业的年轻人认购。 以确定社会上拥有资产的年轻人更普及。 不者早在2012年提出这个建议。 后来我们粗略评估未保地价的市值大概2500亿,2015年2月。 去到2016年9月我们再提倡时约3600亿。 来到现在我们粗略评估是4600亿,根据2020年2月数据评估。 数据证明这信念基本上是正确的。 这个方法可以说是进可供,退可守的。 如果楼价跌就可以令到未买楼的人士受惠。 如果楼价升政府也得到了套现。 而这个套现是没有影响现在运作中的社会资源的。 地产代理是长期为香港繁荣作出巨大贡献的。 地产代理的从业园也是一些信民。 默默耕耘,也是非常支持政府施政。 我们希望政府在最困难的时候向本行业中贫困的一群支援及打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